这是一个私人的植物园 建了15年时间 收集超2000种野生植物 这本其实它是一本书 当时我们在那里写了几个大字 就是植物改变世界 这个植物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这些投资了马赛克的建筑的景观 自己去学 学画画 再去找这个当地的这些树梦阿姨 他们就没出去嘛 在家里边乌龙这些 然后就教他们 这个是我们的百年好和亭 有很多百万生长在高山 夜晚我们都可以看到 还有非常漂亮星空 我就想到这个繁高对吧 融合到这个百合的背景里边去 有个人坐这里边 应该坐了有五个月 那个水泥你得给它抹上去 让它抹很小一块 再用那个牙签一样的 把区域给它分出来 一点点切出来的 所以非常慢 你怎么定义你们的这个植物园 它是一个我们人类和自然和谐 共处的一个小地方 经历了5月2大地震 很多这个野外的物种 可能面临一些消失啊 苏青这一代 他们从小从事这个野生植物 这个向导这些工作嘛 他就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物种 保存在一个地方 包括我们川西这些地方的 压高山的一些植物 也会涉及一些高海拔 甚至流失探的植物 植物的收集过程的话 也是比较漫长的 另一方面 希望它是有一个审美奇之的作用 小朋友过来之后 或者如果通过雕塑 还有图案做成一些有油气性质的 挑格子一样 非常生硬的植物学的东西 它就可以学进去了 我每天晚上为了去 鉴别某个物种 我得查资料 可能查到两三点钟 还得加班 继续开着灯 把这个植物修剪好 每增加一个物种 或者说你没杂交出一个新的国家 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说非常快乐的事情 中国这么多原生植物 一百多年前被引入到国外 都把这些原油品种推向我们中国 没说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出现一些 有自主支持的或者自主尽数的东西 我们更希望的就是有一天 这些高海拔植物 可以通过我们的驯化工作 有一天它可能会出现在成都 这种低海拔500米左右 它能够正常的生长开花 就是希望以后 会一直不断地持续地产出一些新品种